1865年初的一天,美国总统林肯和夫人玛丽坐在白宫,林肯突然向夫人讲道自己几天前做的一个梦,就在白宫这里,周围死一般的寂静,突然,我听到几声微弱的抽气,但看不到一个人。气声越来越大,我一间屋一间屋地走去,但还是看不到一个人。 奇怪的是,所有的屋都亮着灯,每样熟悉的东西都摆在那里,但就是看不到人。 人呢?谁在抽气? 就这样,我一间屋一间地循着哭声,找到了白宫的东厅。 我走进去,大厅的前面摆放着一个灵鹫台,台上直挺挺地躺着一具裹着兽衣的尸体。 台子四周围满了守灵的军人,以及许多素不相识的人,他们有的悲痛欲绝,有的眼面抽气。 我问一个士兵,死者是谁?他回答道,是总统,他被暗杀了,话音刚落,人群中爆发出更大的悲气声。 当时,南北战争刚结束不久,作为总统的林肯的确正面临着极大的安全风险。 玛丽听完后,以为是丈夫精神,过于紧张之故,正所谓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,便没往心里去。 然而,令人惊奇的是,就在林肯跟夫人讲过这个梦境没几个月,年仅56岁的林肯便真的遇刺身亡,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暗杀的总统。 这故事听着是不是有点玄乎?那么,梦是否真的带有预言性,真的带有某种超自然力量呢? 通常来说,人的梦境是代表着一定含义的,但心理学家并不认为,这些预示象征的是所谓超自然的东西。 比如,弗洛伊德在其著作《梦》的解析中,提出了科学解析梦境的理论,并将梦境中的预示描述为理解潜意识心理过程的捷径。 也正是在这部著作中,本我的概念第一次被人类所提及。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,梦都是愿望的满足,做梦是尝试用潜意识来解决各种在现实中无法解决的冲突。 由于潜意识中的信息不受拘束,通常会让人难堪,所以,人清醒时,潜意识流会受到理智的压制,而在梦中,理智仍然在履行着职责,不过,它会扭曲潜意识所要表达的意义,对其加以修饰。 于是,梦中东西的形象,通常并非它们现实中原本的样子,这就需要用潜意识的结构进行更深的解释。 弗洛伊德认为,梦的表现形式与运作机制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,一是凝缩,即几种隐异以一种象征出现,二是一致,即把压抑的欲望调换成不重要的概念。 两者的作用都是逃避理智的检查,但当人醒来后回想梦中的经历时仍会受到检查,于是梦者将梦中颠倒错乱的材料再次整理一番。 这种整理过程包括戏剧化和润世,使梦成为统一的,近乎首尾连贯的梦。 这是梦的工作的最后一个过程,即二重加工作用。 人的梦是有意义的,并且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。 不过,有一些梦是很多人都梦到过的,比如最常见的被追赶之梦、飞翔之梦、坠落之梦。 这些典型梦又代表什么呢? 被追赶之梦,是指梦到被陌生人追赶或攻击,而自己却无法快速逃离,甚至呆立不动。 弗洛伊德派的学者认为,这是性愿望的达成,但更多学者认为它伴随的通常是惊慌、恐怖情绪,这是缺乏安全感而引起的梦。 人是不会飞的,但在梦中,我们却能梦到自己漂浮于空中或很吃力地飞起来。 这就是飞翔之梦。 有时候,它是在被追赶之梦的延续,是被追赶时的逃脱方法,凌空而起,使我们从惊慌一下子变成惊喜。 飞翔代表,我们企图打破自然所加的各种限制的欲求,渴望从现实的苦闷里逃脱。 再说说,坠落之梦,它通常发生在刚进入梦乡时,你突然下坠,有可能是独立的梦,有可能是被追赶之梦的延续,也有可能是飞翔之梦的延续,总之你突然下坠,然后瞬间惊醒,经常还伴随着身体不自觉的抖动。 弗洛伊德派的学者认为,这是一种险梦,梦者就是怕自己地位、名望、事业甚至性能力的下降,这也是一般人共同的恐惧。 弗洛伊德派的学者认为,在梦森中要发生,在梦田厅里面有点儿谈光,在梦里面有点儿谈独立的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